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川普需要做的就是 維護他的基本盤 絕對不是討好中間選民 我們要的不是一個妥協的總統 要的不是一個模擬兩可的總統 所以他在變性人的議題 還有墮胎上面的議題講得不清不楚 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事情 原因就是因為會讓很多無知 而且又自稱是保守派的人 認為說墮胎跟變性人 是可以妥協的議題 或是讓他的政敵 例如林醫師這個樣子支持 Dissantis的人 可以有更多的人來攻擊川普 跟左派妥協 為什麼呢? 我現在就來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他根本就不需要妥協 他的支持率非常非常的高 他要帶領的是MAGA的運動 是要堅持保護男女有別跟嬰兒的生命 我們之前看民調 有的民調出來 川普領先四點 領先五點 現在有一個左派媒體的民調出來了 ABC的電視台 主人是迪士尼 還有華盛頓郵報 主人是亞馬遜 Jeff Bezos OK? ABC跟華盛頓郵報 爆出來的民調 幾乎永遠都是傾向民主黨的 我們知道 我們都不相信民調 因為民調公司 基本上都是被左派操控的 但是這個剛出來的民調 讓我們根本沒有辦法了解 兩家合作做出來的民調 基本上都給了川普超過10% 10個百分點的支持率 兩位數的支持率 左派如果到現在還不慌張的話 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應該慌張 現在看一下這個 OK 2024普選ABC以及華盛頓郵報的民調顯示 這個民調包含了890個登記選民 這個很重要 這表示說我們這邊講的數字 不是說什麼 在美國生活的大人 adult american 或者是可能會投票的人 而是登記選民 因為現在每次參加選舉的人數跟百分比 是不斷增加的 不是因為人數增加了 而是因為大量的使用郵寄選票 然後這些郵寄選票的用的地址 就是那些來自登記選民的名單 那我們這裡可以看到ABC的民調 給了川普超過10個百分點的領先 我們如果看最近的民調的話 會顯示川普加1 拜登加1 川普加2 拜登加2 OK plus1 plus2 好像這兩個人是不相上下的 但是通常這樣的數字 就是代表說共和黨會贏 然後突然 ABC給了川普plus10的勝率 這個是二位數的領先 各位要知道就是每一次 共和黨對上民主黨的民調裡面 只要共和黨的支持率 比民主黨低 就是-2 或是-3的話 基本上就是共和黨會贏 如果這個登記選民說的是真的 plus10 照道理講 就應該是一個一整片紅的狀態 如果川普可以這樣子保持plus10的優勢的話 我們在2024可以看到就是 川普可能有超過300300的選舉人票數 這就表示 所有對於川普總統的批評 還有大家認為說川普的劣勢 全部都消失了 我不確定這段新聞我們之前有沒有報過 但如果有的話 我們回顧一下 這是CNN的Jim Acosta 我沒有認為有任何情況 但這幫助我們提醒一下 當然這是第一季 但這關於總統的選舉 川普總統的投票數 已經在投票中 兩三個都說 他們不想看他選舉 這個是德桑蒂斯的支持者 一直咬著的一點 就是川普爭議性太多 太多的人不喜歡川普 很多人認為說川普的政策好 但是就是 只要不是川普就好了 簡單的說就是川普的electability 特別是川普被起訴四次之後 很多人認為說 很多投票人是 還有很多沒有黨派的人是 害怕 而且不敢出來投票的 而且不敢選川普的 好像沒有特定的黨派 或是在中間選民當中 川普的聲望是沒有辦法 跟拜登一拼的 中間選民寧願選一個 老人吃呆的人 也不要選一個口無遮攔的川普 但是現在這個民調 是非常完美的破解這個說法 整體來說 不可能中間選民不選你 然後你的結果 還可以贏10%以上 我們就來看一下 另一個左派的民調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川普50 然後拜登49 只差1%了 這個樣子比較接近 而且比較合理了吧 然後你看下面的中間選民 Independence 川普57% 拜登42% 這代表說 在中間選民當中 川普跟拜登的差別 有15%怎麼高 這表示什麼呢 這表示 如果以民調來看的話 我們這次基本上可以說 川普這次在選舉 應該是勝券在握了 這次會選川普的人 以及中間選民的比例 是非常非常高的 跟林醫師之前用的2022的選舉結果 出來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還有另一個我們值得看的就是 Voter Enthusiasm 投票人的積極率 這次投票的人是比 往常更積極的 特別是在不同年齡層上面 有非常大的差別 還有這個 我們也找到了 我們找到了 1-10 我們問了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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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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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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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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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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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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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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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出來這個New Hampshire的民調 川普初選支持率高出所有人37% 然後民主黨方面 他們很明顯不想要拜登再出來選 他們不想要這個老人痴呆 又跟自己的女兒洗澡的變態來代表他們 但是他們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 各位聽了沒有錯 在民主裡面他們沒有選擇 民主黨的人討厭拜登 不支持他的政策都沒辦法 因為Nancy Pelosi支持拜登 Chuck Schumer支持拜登 建制派的民主黨支持拜登 他們認為說拜登是唯一可以打敗 川普的最強打手 但是這次不一樣了 這邊這張圖是 拜登在黑人群體裡的支持率 2021年的時候 黑人支持拜登的比例是80% 兩年後這個數字跌了17% 到了63%的支持率 黑人放棄拜登的比例大幅提高 我們一開始就知道 拜登在黑人族群裡面 其實一直都不是一個很好的形象 他其實就是一個 最大的種族歧視 最大的爛人 他唯一會在黑人族群裡面吃得開 就是因為 他是歐巴馬的副總統 同時又是個民主黨人 但是如果你這個樣子跟黑人說話 還有這個樣子跟美國大眾說話的話 如果你有一個問題 就知道你是為了我還是特朗 那你不是黑人 我們有這個想法 如果你是壞人 你不可以做的 壞人都很明顯 就像黑人一樣 就像黑人一樣 各式各樣的歷史都證明 這個人骨子裡就是個爛人 好事就是 現在這些真的被爆出來了 民調真的顯示出來 黑人族群發現了這一點 或是終於發現了這一點 民主黨一直以來 就是個種族歧視的黨 是3K黨的黨 民權法案 還有簽署Affirmative Action的總統 LBJ 不是LeBron James OK 也不是劉寶傑 是Linden B. Johnson 就曾經說過 這些黑人最近有點鬧 有點自傲 這個對我們來說是個問題 因為他們現在擁有 他們曾經不擁有的東西 他說的東西就是家庭信仰 還有道德觀 當時的黑人的家庭越來越堅固 然後屬靈復興 Azusa Revival 林恩派 黑人找到了自己敬拜神的方式 然後我繼續說這個Linden B. Johnson 說了什麼東西 他說 我們現在用政治的力量 來削減他們的傲慢 現在我們就要有些行動 我們現在給他們一點小甜頭 只要他們閉嘴就好 讓他們凝聚的力量 沒辦法改變任何東西 之後他就簽署了民權法案 跟針對黑人的優惠政策 Affirmative Action 目的就是要讓黑人 更依賴政府 破壞黑人的家庭 增加黑人的離婚率 破壞黑人的道德價值觀 破壞黑人的屬靈復興 之後他還說過更糟糕的話 OK I will have those ninjas voting Democrats for the next 200 years 我會讓這些N-word ninja 接下來兩百年都投民主黨 OK 所以這個黨說有多邪惡就有多邪惡 所有多噁心就有多噁心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知道的 只是他們用很巧妙的方式 讓人民看不出來他們有多噁心 或是忘記他們邪惡的程度 我們看到這些數字 拜登在黑人族群裡面的支持率 掉了17% 並不代表說黑人就已經覺醒了 其實跟傳福音一樣 很多的人接受福音 但是他們還是不知道自己在信什麼 只是在說現在很多黑人 已經受不了拜登了 他們看到Joe Biden的腐敗 他們看到他們每個月的薪水 數字維持一樣 但是越來越擔保 越來越沒有意義 他們看到油價越來越付不起 他們看到他們的社區暴動 犯罪率暴漲 然後拜登什麼都沒有做 把你辛苦賺來的錢丟到烏克蘭去 然後再請哲連司機丟回拜登的口袋裡 或者是 他們把你的稅金送給非法移民 畫面上這邊看到的是 紐約一個庇護州 Saint-Sherry State 居民受不了了 起來在那邊抗議 因為那邊的飯店 Airbnb 全部都塞滿了非法移民 現在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要清空老人公寓 還有退休公寓 要放那些非法移民居住 沒有錯 他們要把工作一輩子的美國人 把他們從家裡趕出去 然後接受犯罪的罪犯 這些非法移民 然後這些警察 站在一排 站了一排 不是在保護美國人的權益 而是為了他們的市長 他們的州長 他們民主黨的總統 打壓美國人 目前已經有超過10個人 因為參加這樣的抗議集會 跟警察發生衝突 遭逮捕了 黑人醒了 拉丁美洲人醒了 他們發現拜登只是個幌子 他的政策 只是在打壓美國人的 他們發現 我們這些深藍區的警察 全部都是政府的打手 他們不在乎美國公民 他們不在乎他們宣誓的憲法 他們只在乎他們自己的工作 還有執行非法 而且無恥的政客的行政命名 而我們這些庇護州 加州 紐約 伊利諾伊州 我們其實沒有任何資格抱怨 因為這些政客 是我們選上去的 是我們自食惡果 是我們造成的 我們的治安爛道 到處打砸搶 三番市的Mall 關門大吉 因為打砸搶太嚴重 所有的商家全部都撤走 所有的品牌都不願意繼續虧錢 整個市場消費暴漲 同時又有更多的人失業 還有這個希爾頓飯店 跟很多三番市的大型飯店 一起拒絕支付房貸跟地價稅 說銀行你要拿去就拿去吧 反正我們也沒有辦法賺到錢 就當我們這些地 我們這些房間 這些家具 全部都送給你們銀行好了 你們也是拿來接待這些非法移民而已嘛 對不對 我們這些集團 飯店的集團 我們已經吃不消了 這個都顯示 這次的總統大選 大家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 因為拜登真的是帶領整個民主黨在自我吞噬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認為 川普並不需要討好中間選民 更不應該拋棄一直以來支持他的基督徒和保守派 川普初選基本上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他普選的民調也在不斷的上升 因為拜登做的實在是太爛了 川普不該討好左派 不該討好任何人 所有的人應該都跟我們一樣 認為說 因為川普有錢 他不會被左右 他有勇氣去做正確的事情 他不害怕 那為什麼會有人對於在墮胎 還有變性人議題上面模擬兩可的川普 不指責 反而幫他找理由呢 為什麼川普不應該不害怕 不妥協 在拜登在摧毀美國的時候剛強壯膽 為了還沒有出征的嬰兒發生呢 為什麼他不應該在 共和黨最軟弱的時候他剛強呢 還有為什麼會有人認為說 軟弱的川普 妥協的川普 模擬兩可的川普 是不可以被批評的呢 我們開始做事工的時候 發現了很多基督教的機構 絕大多數的機構都在講說 我們要怎麼樣討好人 我們要怎麼樣討好年輕人 要有這個活動 要有那個活動 我們要怎麼討好木道友 PODLINE 請吃飯 OK 敬拜短一點 訊息短一點 歡樂多一點 我們要怎麼討好父母 OK 有孩子的父母 有孩子的活動 孩子可以上台表演 可以有育嬰式 育兒式 兒童主日學 大家都在畫畫 上色 看迪士尼的卡通 我們要討好Gen Z OK 我們要討好家庭 我們要討好老人 我們要討好這個 我們要討好那個 但是我們不一樣 我們AI NEWS 自己出來創業 就是不想要被人控制 我們只追尋聖經的律法 跟神的典章 我們看到不公義的事情 還有不正確的方向 就是要說出來 我們的事工 不是要來討好川普的 更不是要來討好各位的 我們是要說出事實的 符合聖經價值觀的事實 虛假的機構到處都是 虛假的基督徒到處都是 虛假的網紅 每天給你打雞鞋的YouTube頻道 到處都是 但是我們是剛強的 我們要剛強 我們不能妥協 這個就是愛報導想要建立的社群 想要建立的觀眾群 一個不是為了政治 不是為了財富 不是為了自己爽 而是為了神的國 神的義 是為了說出事實 是為了打造剛強的基督徒 是為了聚集剛強的基督徒的頻道 以及會員制度 而且在聖經真理的面前 我們一點都不可以妥協 我們可以了解 川普跟Nicky Haley他們的策略 但是我們不可以認同 所以你如果不想看 你就不要看 不用說什麼 我本來要來支持你們 但是你手上拿著槍 但是你說川普不好 但是你們太年輕 你們變了 沒有 我們一直以來都一樣 我們只求神 神的國降臨 願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我們不妥協 感謝大家收看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